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解释 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小的误会 我本来是去了理发店 我想要去做个新的头发 但是我跟店员说了 我一定不要去剪光头 但是店员就是把它听错了 把它听成我就是要剪光头 结果店员就把我剪光头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我知道我的头发非常长的时候更好看 但我也不想骗你 然后我的头发被剪了 于是我就跟店员说 要不然我就做一个假发吧 那我还要之后还要跟你结婚呢 然后我又不想去吓唬你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的头发就被剪了 然后被你发现了 哦亲爱的 其实呢晚上这么第一眼看我来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点点的恐怖的 而且还把我吓着了 但是呢你是我最美丽的女人呢 我那么喜欢你 如果你头发呢对于我来说 有一些的改变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 我又不是要跟你的长发结婚 我是要跟你这个人结婚对不对 我爱你爱莎 那现在呢是晚上半夜啦 那希望你能够赶紧睡觉 啊 嗯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的 我的男朋友会这么 对我这么好 哎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他会嫌弃我呢 那要不然我现在在家里就不用戴假发了吧 我觉得戴假发有点痒痒的还不舒服 嗯 那好吧 那我就直接就用 哦 你这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爱莎 我还以为昨天晚上 真 不是不是真正的事情 是我在做梦呢 没想到 嗯 嗯 其实呢 嗯 我不知道 你知 你愿不愿意 其实我在家里呢 还是更想要去 不戴这个假发的 我觉得在家里的话呢 我可以自己 自在一些 然后 而且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我的这个短发的事情 那你就 嗯 肯定会不会特别担心啦 嗯 没关系 爱莎 其实的话呢 嗯 第一眼看过去 还是有一点点的奇怪的 但是 多看你几眼的话呢 就不会 不会 不会太难受啦 嗯 那放心好了 但是在 嗯 婚礼上的话呢 嗯 我觉得 为了美观期间 我们还是戴假发吧 在家里的话呢 如果你真的不想戴假发 假发的话呢 嗯 那我习惯一习惯 其实 嗯 你的这个 光头 呃 这个 没有头发的 这个脑袋的话呢 确实我还是要再多习惯几天 嗯 那好吧 嗯 那我觉得 我最好的朋友的话呢 可能也是会这个样子 嗯 这肯定是一个小的误会 哎 那好吧 那我还是要跟很多人的 去 去 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那好吧 那我觉得 嗯 那如果要游泳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要游泳的话呢 还会更加的不方便一些 哦 哦 我觉得如果要去游泳的话呢 是不是大家都会发现了 嗯 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啊 现在 现在我都不知道 嗯 应该怎么去穿搭衣服了 难道我就是要这么光光光光着头发走出去吗 啊 我还是不是特别勇敢呢 我觉得头发要长出来的话 还得等好几年呢 嗯 那好吧 那不知道你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小建议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的话呢 帮我来留言 也 谢谢观看